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一包滴鸡蒸拿出来 放在热水里浸5分钟 又或者是隔水加热2分钟就能喝 喝下来是鸡汤的味道 而且比较清淡和很純 而且没什么腥味 里面营养丰富 每100克就有10.4克蛋白质 还有90%都是生态小分子 有利人体快速吸收 无论是计划想生孩子 怀孕期间的准妈妈 还是坐离院的朋友 甚至老人家和肛肯服的病人都适合饮用 滴鸡蒸都通过检测 不用担心有化学残留 可以饮得安心 想了解多些台湾木田烏骨滴鸡蒸的资料 可以来到这里 或者在下面留言问多些 下次见 拜拜